本周传记来谈一谈俄罗斯加深依赖中国的倾向 据欧美媒体报导 俄罗斯总理米苏斯基将率领高层级的代表团 前往中国参与5月23日登场的俄中商业论坛 这是米苏斯基2020年成为总理以来首都访中 同行的还有俄国副总理诺瓦克 红博社与金融时报5月15日指出 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俄国持续强化与中国的关系 在经济上也越依赖中国 类似的观点近期在欧美学界与政界也相当普遍 而近期即将登场的上海的俄中商业论坛 根据金融时报报导 会议将强调中国对俄国的支持 甚至论坛议程草案中也包含农业 运输、能源等领域的经济合作 这显示即使俄国面临经济制裁 俄中之间的经济合作仍然维持繁荣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 去年中国对俄国的进出口达到1.28兆元人民币 占进出口总值的3% 此外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与美国3月的进出口贸易额同比下降 17.4% 与欧盟的贸易额下降 10% 但与俄罗斯的贸易额增加 26.9% 今年4月新华社 曾指出李强 与米苏斯基 通了电话 中方称两国关系 坚持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在此之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曾经在3月造访莫斯科 为俄国总统福丁 俄国官方媒体当时称 习近平有邀请米苏斯基 和福丁访问中国 米苏斯基也接受了邀请 综合来看 到底中俄关系竟然如何 法国总统马克宏 也在媒体专访中提到 俄国已经进入一种 附庸于中国的状态 马克宏评论 俄国因为侵略乌克兰 而导致自身孤立 使他必须更加依赖中国 并且表示 俄国事实上已开始了一种 附庸于中国的状态 失去对他至关重要 进入波罗的海的能力 因为俄国促使 瑞典和芬兰决定加入北约 除了表达对俄中关系的忧虑 马克宏在专访还提到 俄国在地缘政治上 几乎以赤虾败仗 据法新社引述 马克宏说 绝不可以让俄国在军事上 赢得这场战争 而这取决于欧洲 如何帮助乌克兰反攻 还有对安全保障的承诺 或俄国总统府发言人回应 俄中关系是战略伙伴的关系 无关于依赖 并对该说法立即表示谴责 认为西方各国必须习惯 一个以密切俄中关系为基础的世界 俄国副外长 俄鲁神科发表评论文章称 俄中关系稳步强化 经过时间考验 自给自足且非对抗性 然而这样的关系却安抚不了法国 他说西方国家对于 多边国际关系体系感到恐惧 因为这代表西方 一个世纪以来的支配地位走向终结 这样的多边体系 有好几个分开独立的中心 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 格鲁神科也表示 对马克宏等西方领袖来说 无可避免的 不得不含这个现实调和 接受俄中关系是强大 平等且互相尊重的 而且两国关系 作为国际关系的影响因素 和重要性只会越来越高 而在此之前 俄国总统普丁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今年3月莫斯科的会晤中 重申双方关系进入新时代 深化了战略伙伴关系 无论如何 乌克兰战争已经使得 中俄之间的关系 产生结构性转变 俄罗斯受到国际孤立 以及制裁的结果 在地缘政治驱使下 加重依赖中国 成为俄罗斯无可避免的 政策选择 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